回想山海街南岛艺术工艺展21号 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登场 来自封边乡格马兰族新社香蕉思工坊 纤维艺术创作者陈淑燕 还有竹藤边工艺师杜瓦克·独耀 以及园艺买工陶艺家 和乡亲们探索美丽花莲土地 以及海洋的南岛艺术文化 回想在浪漫的气息里 欢迎来到多年来 重视原住民艺术文化传承 21号在花莲县 台湾原住民文化馆办理 回想山海间南岛艺术与工艺展 开幕活动展出50件 由在地工艺家精心创作的作品 以土地以及海洋两大展区为特色 通过工艺师们多样 但是同样细腻的工艺手法 兼具传统与现代 呈现了独特的艺术氛围 并且传达与自然的共生理念 因为其实我们世界各地在走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在澳洲还是哪里 有一个敷海底泥 对不对 原来我们这一次增加了一个 可以敷我们的Adomo的土 就像毕毕老师皮肤这么好 我想现在是越在地越国际 而且现在是AI的时代 数位的时代 但是当你在越科技的时候 你就越希望能够反国归真 越希望寻得心灵上的宁静 还有那个富有 富有不是我每一天赚多少钱 富有是心中的饱满 所以我相信艺术家心中都非常非常的饱满 因为他跟天地之间有相当的感受力 那个感受力让他觉得是他的创作力的来源 所以这次可以看到我们的艺术家 我们的艺术家都是就地取材 不需要任何的加工 像Douac 老师的就是我们的飘楼木 就是我们的藤 就是这些的大自然 那我们的这个 鼠燕老师就是我们的构树 我们的构树品 让我们吃构树 让我们用构树叶来布置家里 或者是来做餐盘餐食的这个放置 那我们的阿东莫老师 我们的那个水老师 就是我们的陶图 以及我们的玻璃珠 其实我想这三位艺术家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香蕉丝的产业 这也是严老师 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不断的往前推进 这次展览多元创作手法材料 展现台湾原住民主在文人上 波广淋漓的丰富文化内涵 并且凝聚艺术能量汇集 更强调文化与自然的紧密联系 为民众共同维护这份珍贵的文化根基 期盼透过沉浸式的观赏体验 只会感受将能在山海之间 感受难导互相的独特频率 记得将以后再来 嗯